那第一个呢是关于什么 是这个两个小和弦 一个是升F的小七 另一个是这个降E的小七 或者小九 那都无所谓 那它的旋律呢是 感觉很奇怪这个旋律 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目的性 就是有一个目标性的一个音 是什么呢 落在了升F的七音上 下一个 在降E小和弦的九音上 所以说两个小和弦 的连接呢并不是用某一个调内的什么和声套路 来把这个段落给它结构起来 而是用只是单独一个小和弦的色彩来结构音乐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现代音乐里 还总是想在一个调内怎么样 把这些的什么176543251或者1645或者是4615什么那些个整出点爵士味道 或者什么就其实再怎么整都比较无聊啊 因为它本身的架构啊 就不是现代音乐的一个思维模式啊 那直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可以顺着原来音乐中的这个左手的节奏和右手的这个旋律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搭配 对吧 也可以右手呢 加上一个音程的和声 对吧 也可以 对吧 稍微听起来动版一点 或者呢 我们用了这种密集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开放的 对吧 3773的组合在中声部 然后低音 跟73 对吧 跟73 这种感觉 对吧 第二个例子呢 都是这个挂流和弦 也是这个并不是说按照本调那个功能和声的进行 而是都用和声的色彩来结构音乐 什么色彩 那这个例子全都是用挂流和弦的色彩 第一个是A A的什么 A的挂流和弦 第二个呢 是C 挂流和弦 第三个是D挂流和弦 好 所以整体上的感觉呢 是什么 A的挂流和弦 好 第三个例子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这个同主音大小调转换 对吧 我们来看 降弊大 对吧 和降弊小 再转换 降弊大的时候 一节 六节 到降弊小的六节 也就是这个 降弊大的小四节 这是什么 小四节的这个降六 对吧 一六降六的感觉 对吧 你可以这么想 但其实它已经进行到 降弊小调 下一个呢 回到了 降弊小调的关系大调 是这个降低 或者说升C大调 再回到降弊大和降弊小 共有的数颗弊 F的挂流 所以说降弊大 然后是 EG小 然后是上F大调 然后上C大调 F 所以说是这种效果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好 第四个例子 是什么呢 是在一个地调上 对吧 你说什么地大地小 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它里边布鲁斯应该是混用的 这个就不要再解释了 很无聊的问题 对吧 就是有些同学说 哎呀 这个不能用那个布鲁斯 只能用那个布鲁斯 或者说不对 得用那个不能用那个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这就是一个混用的例子 好 我们来看 好 那这个其实是什么 是 这条布鲁斯 那它转着转着又回到了另一条 结合起来 对吧 双手可以同时 然后呢 D小 全是白键 去往上推 然后呢 降A数七十三 下半音 到J的十三 中间可以来一个 小的这种波音 对吧 那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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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三 3 4 6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